现在来南宁最热闹的地方 中山路 也是外地人来打卡最多的地方 走 袋袋是一道很出名的排骨 有很多外地的人专门过来吃它 就是这一家 老板 多少钱呢 十多钱啊 很传统的跑开骨 很香 一点都不油腻 现在我们来复合它的做法 我这里使用的是动物排骨 它这样子的品质可以达到统一 盘子里面下入一些石粉 可以淹没过排骨就可以了 石粉的作用可以松化排骨里面的肉质 让它吃起来更嫩 排骨捞拌均匀以后 腌制它大概半小时左右 半小时以后用清水把它冲洗干净表面上的小苏打 冲水的作用可以清出排骨表面上的小苏打 和里面的血水 如果不冲洗的话 小苏打会附着在排骨的表面上 太多的话吃起来会苦涩 晾出来以后用毛巾吸干排骨表面上的水分 如果排骨里面有大量的水的话 在我们这一步腌制的时候 调料无法的剩污到排骨的内部也会稀释它的味道 按照视频的配方去腌制就可以了 如果是排骨多或者少的话可以增量或者减 拌好以后打上保鲜膜 一样的镜子4个小时以上 如果隔夜的话效果会更好 我这个放到冰箱里面冷藏一晚 它已经完全的入味 今天做的是两种形式 一种是用串 一种是烤箱 烤箱烤的话我这里是200度上下火 大概烤到50分钟左右 用碳烤的话前期不要太高温 因为台骨的表面有大量的糖分 小火慢烤就烤成我这种颜色了 如果喜欢吃甜一些的话 可以再撒上一层蜂蜜 或者撒上一些滋然辣椒面 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如果你想吃有嚼劲的排骨 也可以不用下小处打 它的作用就是嫩化排骨里面的肉质 大家如果想吃又不想弄那么的调料的话 现在我已经帮带弄好了 这一瓶是我自己调的蜜汁叉嚼酱 味道是和前面一样的 只要下火一些米酒和大蒜一半就可以了